国民党立委徐宇珍他近来提出了选罢法 说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要主张就职一年内不得罢免 而且要调高罢免的门槛 对此蓝营内部出现杂音 认为需要再审慎评估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被问到是不是支持呢 他也不愿意正面回应 但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 他怒轰又违宪 带您来听 会被看破手脚 因为这个就会变成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因为害怕被公民罢免来设施 或者是修高门槛 我想这样子只会引起人民的一个愤怒 对于国民党要修法提高罢免的门槛 林佑昌讽刺就是会被人看破手脚 尤其蓝白表决通过国费改革法案后 网络上就开始流传一份蓝营立委罢免清单 包括叶元芝 徐晓星等十多位立委都在名单当中 敏感的时刻提出修法 蓝委也被质疑是在为自己的罢免朝和 基隆市长谢国良解套吗 也很特意 我们基本上是挑选小碧文 谢谢大家